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对筋机遇,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商成长频道。 我们经常听说,要把钱花在刀刃上,正确把财富投资在能够给我们带来超值回报的事务上,不但不是浪费钱,反而能帮我们换来更健康的财务状态和生活状况。 我们今天的影片就要向大家介绍七个拥有超级投资回报率的最佳投资好物,它们每一个都能够帮助你重塑你的生活方式,让你今天的选择给你一个更好的未来。 更值得惊喜的是,有些投资根本并不需要你投入什么金钱。 如果这是你第一次收看我们的节目,对筋机遇是一档分享实用的个人财务管理知识,还有个人成长激励内容的平台。 如果你想要更多掌握理财技能,更早实现个人价值,获得财务自由,享受悠哉人生,别忘了点赞,还有关注我们的频道。 好了,废话不多说,咱们现在就开始吧。 第一个超值投资,信托基金。 对于很多人来说,当我们创造了财富,我们都希望这些财富不但能够让我们在生前享受生活,更能在我们身后,保证我们所爱的人也能够继续保持富裕的生活状态。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财富累积到一定基础的时候,就会考虑投资信托基金。 信托基金不仅仅是一种金融工具,它最强大的地方就是能够让你所创造的财富更安全地代代相传下去。 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一些信托基金结构能够提供一些税务优势,特别是在资产传递的过程中,这一点是很多人选择信托基金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信托基金通常有经验丰富的基金经理或基金管理公司管理,他们具有深厚的投资知识和专业技能,能够最大化地确保投资回报率。 不仅如此,作为投资方式的一种,信托基金可以实现资产的多元化配置,这有助于降低投资组合的风险,并提供更稳定的投资表现。 还有一点可能大家都不太了解,那就是信托基金通常能够提供良好的流动性,买进或卖出基金份额足够灵活,能够让所有者及时调整投资组合,应对市场变化。 第二个超值投资,财商教育。 掌握富人思维是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人财务状态的基石,而富人思维之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断地创新精神,而这一点离不开持续学习。 长期的学习不一定是昂贵的,当我们投资自己的财商成长时,善用电子学习数据能够让我们以更小的经济代价获得更广泛的财富知识,从而让终身学习随时学习成为可能。 常见的方式可以通过阅读电子书,有声读物,这些电子学习资源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无国界的知识图书馆,让我们能够横跨各个专业,随时随地获得世界最前沿的知识和研究结果。 善用电子学习数据让我们无论是想要掌握一门新的语言,获得商业领域的真知灼见,还是仅仅想要借鉴古典文学,都成为了可能。 教育是我们终其一生都要坚持的事业,只有不断用新的知识充实自己,才能不断激发新的灵感,不断创新,不断抓取先机,把握新的风口。 第三个超值投资,体验人生 在赶路的时候,别忘记时不时地停下来看看风景,无论是体验每天的生活,还是特意去旅行,都是我们体验人生的方式,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投资的高回报项目。 旅行不仅仅是参观新的地方,更是让我们近距离地接触不同的文化,体验当地特色美食背后的人文风情,和地理气候成因的好机会。 旅行给我们带来的回报,除了难忘的回忆,它更重要的回报是给予我们拓宽视野的机会和深入了解世界的途径。 美好的人生体验是另一种形式的价值货币,无论是在茂密的森林中徒步旅行,还是在湛蓝的异域海域潜涌,又或者是在异国他乡的城市街道中漫步,正是这些时刻塑造了我们。 他们向我们展示了新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促进了我们的个人成长和自我发现。 旅行和体验提供的不仅仅是休闲,他们提供的是传统方式不能提供给我们的教育。 他们鼓励我们欣赏这个世界的多样性,让我们更富有同理心,也更加的包容。 对于旅行和生活体验的投资,才不是为了享受而浪费时间和金钱。 这些投资是我们对自己的幸福生活和文娱体验的投资,是为了新的友谊和人脉打开了一扇大门,也是为我们创造无数宝贵的回忆。 所以别忽视了路边的风景,因为这些体验是无价的,并且会改变我们的人生。 第四种超值投资,高质量的生活用品。 投资高质量的生活用品,不仅仅能够给我们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 它对创造一个富有生命力和生产力的环境,也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我们拿一张舒适的床为例,床垫能够直接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进而影响我们的身心健康。 长期下来,对我们整个人的体态还有精神状态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因为睡姿不良导致的肩颈疼痛,会进一步影响脑部宫血。 很多人经常性头疼,偏头痛都是由于颈椎和腰椎问题导致的。 所以,投资高质量的床和床垫是对身心健康的投资, 让我们在醒来时感觉焕然一新,准备好迎接新的生活。 生活中还有其他物品都能够极大的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比如一个蒸煮一体的饭包,它能够让我们健康饮食的同时, 减少对收纳不同功能性厨具的空间需求, 从而进一步减少我们做家务的时间和花在收纳上的心思。 同样,咖啡机可能看起来像是一个小奢侈品, 但它对于维持我们日常能量和生产力水平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杯香醇的咖啡让我们从一早开始就动力满满, 通过一个好的开始提高我们一整天的效率。 对于长期居家工作的朋友来说, 还有一个非常值得的投资,就是人体工学办公椅。 这一点和床垫的功能类似, 我们一半的时间在床上, 剩下的大半时间又都是在办公桌前度过。 符合人体工学的办公椅, 可以支撑我们的坐姿,减少背部和颈部的压力, 使我们能够专注于工作, 而不被久坐带来的不适感不断打扰。 这些小小的一次性的投资, 不仅仅能够为我们带来眼前的舒适, 还能够极大的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是我们终身健康和生活高质量的保障。 第五种超值投资,投资你的Ikigai。 Ikigai是一个源自日本的概念, 它代表着一个人生活的意义和目的。 它结合了四个方面, 你热爱的事,你擅长的事, 你可以获得报酬的事, 以及世界所需要的事。 当这四个方面交汇时, 就形成了一个人的Ikigai。 投资自己的Ikigai, 意味着你在生活中能够从事你热爱且擅长的事情, 这会带来内在的满足感和喜悦。 当我们投资于追求自己的Ikigai时, 你会发现自己变得更有动力和专注力, 因为这时候我们的工作变得更有意义, 而不仅仅是为了生存。 Ikigai虽然听上去有一些抽象, 但投资它却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的事情。 我们只需要花些时间反思自己的热爱、 擅长、能获得报酬以及世界所需要的事情。 这需要深入思考和自我探索, 可能包括尝试新的活动、职业或与他人沟通以获得反馈。 然而,我们就可以建立具体、可实现的目标。 这些目标应该与我们的Ikigai相关联。 目标可以是短期的、中期的、甚至是长期的, 有助于引导你的努力方向。 当然,我们也可以找到能够支持和鼓励自己追求Ikigai的人。 这可能是家人、朋友、导师或同事。 分享你的目标和挑战,并从他们那里获得支持和建议。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发现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与Ikigai不符, 不要害怕做出改变,勇于放弃不适合的事物, 追求更符合自己目标的方向。 第六种超值投资,健康的生活方式。 通过健康的饮食和运动来投资我们的健康, 是一种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能够让我们受益的投资。 中医常说人吃五股杂粮就会生病。 西方医学健康也有You are what you eat的类似说法。 科学配比的饮食能够为我们的身体的正常工作提供所必须的营养, 增强身体的健康, 还能对我们健康的精神和情绪发挥重要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 它能够降低我们患上某些慢性病的风险, 改善我们长期压健康的身体状态。 锻炼是维持身体健康的另外一个关键因素。 锻炼释放多巴胺和血清素等神经传递物质, 有助于减轻压力、焦虑和抑郁,提升心情。 特别是对于脑力劳动者, 健身能够通过把注意力从脑力过渡到体力的方式, 让我们长期保持活跃的思维, 做一个短暂的休整, 给我们忙碌的思维放一个价。 同时,锻炼也有助于增强肌肉, 骨骼和关节的健康, 提高身体的耐力和柔韧性, 从而减少受伤的风险。 适度的有氧运动还有助于提高心脏健康, 降低血压和改善血液循环, 降低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 锻炼可以帮助改善睡眠质量, 使你更容易入睡并保持深度睡眠。 无论是选择在公园慢跑, 练习瑜伽或者是去健身房锻炼, 任何锻炼形式都是我们对生命力和活力的投资。 通过提高身体素质和心理健康, 锻炼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 增加对生活的积极态度。 总的来说, 锻炼是一种维持健康和促进全面幸福的重要方式。 选择适合自己的锻炼方式, 定期保持运动习惯, 能够为身体和心灵带来无尽的好处。 第七种超值投资, 任务分配。 时间对于快节奏的现代社会来说, 是一种非常有限的资产。 因此, 聪明的人都会多花一些心思在任务分配上, 从而更好地优化自己的时间管理, 通过雇佣其他人来帮助自己完成一些程序化、 重复性强的简单劳动, 确实会是一笔不大不小的投入。 但对于想要进一步扩大自己业务的朋友而言, 这是必须要迈出去的重要一步。 因为世界上唯一不可复制的就是时间。 繁重的工作量, 我们可以通过让人力翻倍, 来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 可是, 缺乏人手就需要用更多的时间去完成。 而对于瞬息万变的市场而言, 失去时间往往就意味着失去先机, 进而失去市场。 所以, 想要成就一番事业的朋友, 一定不要丢了西瓜捡了芝麻。 无论是通过付费AI来辅助自己的工作, 购买专业的应用软件来协助业务, 还是要雇佣专业人士来进行操作, 我们只有学会把任务分配出去, 才能解放自己, 去专注在真正能够让自己的商业活动 可持续发展的事情上来。 以上就是我们想要和大家分享的 七个拥有超值回报率的投资。 它们有些需要我们舍得下血本, 有些却更多的需要我们具有一定的认知, 才能不光意识到这些投资的重要性, 还能正确地将这些投资付诸实际行动。 所以说,归根结底, 我们还是要持续学习, 持续成长, 持续提高我们的财商。 好了, 我们本期的对经济遇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这期的节目也一如既往, 让你对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 多了一些新的角度和思路。 感谢大家的点赞还有关注, 您的支持是我们做下去的最大动力, 咱们下期再见吧! 我们下期再见